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5月13号星期日 大家好 有几位网友给我们留言 其中一个叫YZH 他说问题一,社会中间阶层解体后 我们如何能重建它 问题二,美国的公民自治传统 我们是否可以学习呢 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有另外一个网友在他下面给他进行了回复 这个网友叫ScriptNo 他说第一,中产会争取权利 不利于国家资本主义 你想重建,走,喝茶去 第二,全世界没有优等公民 人是社会动物 魔鬼和天使同在一个大脑里 根据生存环境不同 释放自己的邪恶和正义来适合环境 生存下来 我还是比较同意他的观点 但是我要说一点什么呢 这个中间阶层在中国和在美国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说像这个Script的No,他说中产会争取权益 这个其实是西方世界一直对我们中国的一个希望 他们总觉得帮助我们的提高经济 等我们的中产阶级开始强大起来了之后 中产阶级就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争取自由 导致一种和平演变 但是在中国来讲恐怕他们的如意算盘有一点要落空的感觉 我们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给人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做事情思考问题或者干什么的话 完全出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 就是说像美国人希望的那种 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然会和平演变 看来在中国有点行不通 中国人自己独特的特点 我之前也讲过 中国人造反一向都是我今天有饭吃 今天都不造反 明天没饭吃的也不造反 我什么时候再不造反就得饿死了 我才会造反 就是说是官逼民反 官只要不逼 民基本上能忍着就忍着了 所以我们的中产阶级 其实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说过 中共性对中国的统治 没有必要这么的小心翼翼 这么的没有自信 缺乏自信 他现在就是说 我以前讲过 社会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 就是早弧型的 就是一头一尾比较尖 大度在中间 就是说你极富的阶层不太多 极穷的也不太多 中产阶级占主体 占社会的主体 这个对社会发展是最好 但是在中国来讲 现在不太是这个状况 其实不光是中国 美国这几年 它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就是说极富裕的阶层 就越来越富 穷的阶层就越来越穷 美国还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它实业空心化导致的 就是说上边的阶层 你有能力在海外设厂 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印度 或者越南你设厂 然后把产品卖到美国来 用那边延价劳动力 争取这边的居额的利润 所以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富了 但是下面导致 就是说实业化空心之后 老百姓有点挣不着钱 如果你不能搞什么金融 你不能搞国际贸易 你不能在海外设厂 没有你缺乏这种条件和能力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失业之后 你能够找到工作也越来越少 导致了它的就是说领 这个失业补助 领救济 领粮食战人 越来越多了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 这一次很多人 就是铁锈地带 选了川普 就是希望川普把这种 实业兴邦 你一个国家没有实业 你全靠虚的 完全是金融的话 我觉得是不行的 但是我不是说金融不重要 金融也是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实业和金融 像一个人的两条腿一样 两条腿都要强 你才能跑起来 如果你只有一条腿 另外一条铁很弱的话 你跑不快的 是吧 其实我是认同川普现在的理念 就是说部分的实业要回归 实业兴邦 这样子就会减少 就是说贫富差距 让老百姓 也就是说你们上面吃肉 老百姓得有汤喝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 就是说从政府来讲 有一点不自信 他们就认为 如果把这些大企业都垄断 垄断之后 我只要卡这几个人 下面就不会出事 你像你这个微信 QQ 支付宝 什么的 知道吗 大的数据都在几家大企业 我只要卡住了腾讯 我卡住了阿里巴巴 我卡住了百度的话 那么说你在网上你搜什么 我也都知道 你想什么 我也都知道 你买什么 我也都知道 是不是 你聊什么呢 我也都知道 就是说几个大数据都在几家大企业 我只要卡住了这几家大企业 整个社会 我感觉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 当然这个是很容易 但是这些会引起来好多问题 最简单的就是说 它直接就导致了社会的分层 贫富不均 以前有一个是清华的一个学姐 还是学妹的 应该是学妹比我小 她比我小 比我小不少 那个写的那个叫什么北京分层 是吧 北京折叠 对 北京折叠 就是说把这个北京 就是说分层了 把这个社会分了好多层 其实也是在探讨呢 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现在来讲呢 贫富差距呢 比较大 极富的呢 那真的就是说 私人飞机 私人游艇 私人海岛 是吧 极穷的呢 像杨改兰那种呢 真的就是说 一个月300人民币的 补助不给了 就得自杀 就活不下去了 这点来讲呢 在美国呢 就会好一些 美国甚至 像杨改兰 他就有几个孩子 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 是吧 我就是说 像美国 你如果真是有个 三四个孩子的话 你就吃政府补助 我知道在美国 有一些人生好多孩子 就按孩子申请政府的 低保 补助 粮食券 什么的 他都不用上班了 就可以过日子了 是不是 这个来讲呢 在中国这个不可想象 但是在美国呢 这点来讲呢 就是说 有很多人的确是 这么做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按贫富差距来讲 中国没有美国这么大 你像美国的话 有钱人巴菲特 比尔盖茨 几百亿 是吧 我看他们 就是说福布斯 可能600亿 500亿 他们因为上下 在变嘛 他们财富经常在变 随着股票的增长 他们财富时高时低的 不确定 但差不多就在那样 五六百亿 但是在中国现在来讲呢 五六百亿美元的资产 在中国其实现在 实话实说 不能算高 很多隐形富豪的资产 都超过这个 动不动就上千亿人民币 上万亿的呢 比比皆是 我们能看到的就很多 是吧 能掉动多产过万亿 的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在中国其实不能算是 就是说最有钱的 中国最有钱的 比他们要夸张的多 那么中国最穷的 在美国就不可能见到 原来来那种的 你在美国几乎 你就见不到了 像中国这么富的 在美国也很少见 所以贫富差距来讲 我们的比较大 但是呢 我不同意YZH说 所谓的社会的 中产阶层解体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概念 什么叫我们能 我们现在就有 你也不能说 我们的社会 没有中产阶层 对吧 很多的大学教授 政府公务员 警察 这些 小学教师 是吧 有很多小学教师 其实是收入很高的 我知道很多小学教师 一般教课 一般办班 收学生 一个学生 一个小时 收很多钱 是吧 一个月下来 其实收入都是不低的 是吧 那么中产阶层 我们是有 我们现在谈不上重建它 所谓什么时候 我们没有呢 就是说刚49年的时候 真正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其实不再搞共产主义 我们改叫社会主义了 49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真的搞大锅饭 什么 那个的时候 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我们没有均的富贵 我们是真的均的贫穷 这个是事实 那个时候我们 真的好像不存在 中产 就是说中产阶级这个概念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存在 大家都一边穷 谁也没比谁好多少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我母亲跟我说 她那时候有人贪污 贪污被举报了 说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她贪污 说我去他们家 看他们家吃馒头 当然大家都吃馒头 他们家吃的馒头 竟然是炸馒头 拿油炸那馒头吃 这样吧 他们家竟然有油 他凭什么有油 他肯定是贪污了 就一查 这人果然是贪污 你就说 那个时候的人 已经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家也吃馒头 你们家也吃馒头 你们家吃馒头 拿油炸了 你就贪污了 知道吧 所以那个时候 的确是没有 我们觉得现在 我觉得中产间间 并没有解体 现在还是 是有的不多 占的比例不大 然后这个 人家叫script number one 不是no script number one sorry 我没看到后面1 他也没点点 但number one 他应该点个no.1 反正你读错 我读错了 对好 script number one 然后他说 第二 全世界没有优等公民 人是社会动物 天使和魔鬼 同在一个大脑里 根据不同环境 这个我是承认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 都有善的一面 和恶的一面 就是说 你到底是把他 善的这一面激发出来 还是恶的这一面 激发出来 是吧 这一点 举个例子 之前不也是说 说美国 教你如果对付恐怖分子 如果恐怖分子 拿枪指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你就应该 跟他讲 我爸爸是谁 我妈妈是谁 我的三大公 八大一是谁 我的家人很爱我 我怎么回事 你要跟他 在某种程度上 建立一种私人感情 就好像你们俩是一个熟人 这时候 他可能就不忍心开枪了 如果你不跟他建立 这种私人的 这种关系的话 他就觉得你是一个末生者 你的死活 跟他没关系 这也是一种方法 把他心里 善的一面 激发出来 所以我是同意他的观点的 这也是我之前 为什么我推荐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 就是说中国 可以就是说 基督教 孔梦 多推广一下 然后我觉得 以前我就说过 中共没有必要 这么没有私信 你已经是个独裁制的国家了 你为什么这么没自信 你就把它反垄断 把它打开 不要让上面大财阀太大了 其实中共现在搞不清楚 财阀太大了之后 他对你的影响力 知道吗 比庞大的中产阶级 还要厉害 因为大财阀掌握在几个人手里之后 他因为钱多了之后 他就会必然会有一定的政治力量 是不是 会有 他力量过于集中了之后 不管是钱还是力量 还是权势 还是影响力 过于集中了之后 他的影响力其实更大 中产阶级 你把它分散开了之后 大家会互相吵 而且你言论自由了之后 你会发现 就是说所谓的五毛和美分 就会吵来吵去的 是不是 这样他们的力量分散了之后 其实更有利于你国家发展 而且你贫富差距减少了之后 中间阶层多了之后 我就想说 中产阶级才是社会的基石 其实它有利于你执政的合法性 而且老百姓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更舒服之后 他反抗的这种意志力 和这种决心就会更低 其实他对统治是好事 我觉得中共现在某种程度上 走到了一个误区里边 走到一个误区 其实你现在你这么搞 上面大财阀影响力太大 下面的民怨又很沸腾 其实这个是不利于你的统治的 老百姓的机缘越来越多 大财阀有可能就会利用底层的这种不满 来做一些事情 实际上对你的统治 我觉得危险系数更高 比你就是说把财阀打掉 都换成中产阶级 让他们的力量 就像巴别塔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力量集中不起来 我觉得其实更有利于统治 所以你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们又变成五毛了 又开始给老共出主意 是吧 好吧 反正这就是我对中产阶级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当然了社会中间阶层解体这种事情 我还是说这种事情 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说清楚的 对吧 几分钟的也就说这些 反正大意如此 大家有什么想法了 我们在下面再讨论 然后再说说另外一位网友 好吧 另外一位网友叫科斯特纳凯文 他的回复是这样的 他说年轻人 我给你们免费科普一下 这口气很大 口气很大 说冲锋队效忠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党卫队效忠援手 国防军效忠国家 因为政治需要 党卫队将冲锋队镇压了 盟国对国防军的政策 审判负有战争罪行的人 盟国对党卫军的政策 将党卫军作为一个整体 定义成犯罪组织 这是他的第一段 第二段他说 比财不如文昭 这个财是人财的财 第二个说 比财不如尿贫 这个财是财产的财 尿是尿尿的尿 贫是和平的贫 那么我就认为他在这儿 说尿贫就是说和平了 是吧 我这个应该不算是对号入座吧 这是您的本意 对吧 科斯特纳凯文 然后后面说 对文贵又不能赤裸裸的支持 他说自卑体不好混吧 是吧 我昨天我刚说完 就是说很多网友的评论 给我感觉 我现在就是像幼儿园的阿姨 因为很多网友评论 都是幼儿园水平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幼儿园的小朋友 先说他的第一段 他说我给你免费科普一下 就到这来讲 就是年轻人 我给你免费科普一下 就到这来讲 基本上他的自恃是甚高的 认为自己很有知识 很聪明 有才华 然后下面讲的 都是德国那一套 冲锋队 党卫军 然后盟国对党卫军的政策 什么盟国对国防军的政策 我就想说 大哥 我昨天有哪一个字 让你误会了 我昨天说的是德国党卫军 我不知道你怎么误会的 我也不知道你的智力水平 是怎么理解 我昨天那段视频的 我觉得两种 按照我智商是个圈的理论 有两种 一种可能这位先生 就是说就真的是笨 看完了我的视频 完全没看懂 我说东他讲西 我在讲中国 我讲中国 没有国防军 都是党卫军 他以为我在讲德国 就完全没听懂 这个就是蠢了 这个没法解释 我没法给你找任何借口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 他根本就没看视频 就看了一下我的题目 就觉得我说了三段 第一个说的是中国军队能不能打 第二段 谈打卫军和国防军 他以为这个说德国去了 第三段说80后 他讲了就讲了80后了 他根本就没看 他就觉得我很聪明 你的视频我中看了 你是水平中 你看你视频吗 我看前提目都知道你说什么 这种就属于按照我的智商是个圈的理论 这种就是聪明过头了 聪明过头导致什么 就是说办蠢事 说蠢话 最终其实你不管你是智商过头了 你还是向下 就是说你就是蠢 我觉得最后你的这第一段 就是智商低和蠢 你最好是能够能理解 是吧 你理解不了 我也没办法了 说第二段 说比财不如文昭 另外一个财 比钱的这个财就是钱的那个财 不如尿瓶 我在这我还是比较高兴的 就是说你能够把我和文昭老师和和平老师的相提并论 我这点我其实是蛮高兴的 两位老师我经常说 我给两位老师是充满了尊敬和敬重 两位老师的视频 我看了很多 学了很多 文昭老师的视频 我到现在也是可以说是栖栖不辣 我觉得文昭老师的才华 可以说 现在我们看海外自媒体来讲 可以说无人出其右了 我觉得真的是举世罕见 我是对他非常的推崇 能跟文昭老师 就是说我比不过他 这是肯定的 我能跟文昭老师比 是不是 我比不过他是肯定 但是你能拿我跟他比 我都已经非常的感谢你 这是我的一个荣幸 my honor 至于尿频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骂和平老师骂的比较难听 我是很不喜欢的 以前我也谈过 对于郭文贵和和平老师的争执 我觉得大家最好是站在一个中间 两步相帮 没有必要 然后下面还有网友说 我一看你说和平 我就退订了 您就退订 我在这里还是表态 我对和平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 和平老师 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是怎么说 比较深 当然他有他的内线 但即使抛开这个来讲 他对中国政治的了解 比任何人都不差 而且他讲的东西 你仔细听 是能够学到东西的 至于他把都为卖了 爱财 他就说比财 比财产的财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君子好财取之有道 是吧 他最起码他没有 我上头我也说 他最起码他没有为多维去工作 对吧 从这样来讲 我觉得就还行 他后面说 对郭文贵又不能赤裸裸的支持 我觉得他这么说 是不是就是说 科斯纳凯文对郭文贵是赤裸裸的支持 是吧 我也不猜测你的立场 是吧 我说说我的立场 我对郭文贵 我还是支持的 但是这个仅代表我个人 我这么说可以 对吧 仅代表我个人 你们理解我这话的意思 我对他还是支持 但是后来郭先生有一点 就是说有点造神运动 其实我也谈不上不支持 我觉得也可以 我只是觉得有点早 我还是那句话的 老毛 老毛在延安的时候 还没有开始造神 也是到了北京 才开始山呼万岁 开始造神 现在还没到北京 你就开始造神 我觉得我只觉得有点早 你最后你开始造 我觉得我不表态 好吧 对郭文贵先生 其实之前 就是说5月4号 5月5号 我们当时录了两期视频 一个是郭文贵先生推荐我们之后 我们录了一个对网友说 想说几句话 后来一个郭文贵先生发了一个推文 我们又录了一点视频 就是读郭文贵先生推文有感 当时在风口浪尖上 大家都比较激动 我在两个视频收完之后 很多人很激动 现在过了十几天了 我觉得大家也冷静下来了 如果你有兴趣 把当时我们两段视频 你再看一看 我们想对郭文贵说的话 我们应该说的话 我们应该表达态度 我们说出来了 虽然我这人 有的时候不愿意跟人家正面的 有那个什么 我说的都很含蓄 我是一种半开玩笑的 嬉笑怒骂的方式 但是我该说的 我说出来了 有一些话 我可能推给了放飞 是网友说的 自己怂 不敢自己俗辣 不敢说 自己说 说网友说 但是我既然读出来了 就是代表我支持 所以我觉得 如果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 你冷静的看一下 我们两段视频 我该说的 其实我也说了 对吧 至于他的最后一句 他说自媒体不好混 我想起来什么 林则徐任梁广总督的时候 他在他的府衙写了一副对联 他说海纳百川 永荣乃大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我们我说 一不为钱 如果为钱 我们不会就是说 对郭文贵先生这个态度 对吧 如果为名 路德先生要求 也请 邀请我们去做节目 我们肯定会去的 对吧 去他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现在路德先生节目 关闻人很多 去的话 对提要我们的名声 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们不为钱 也不为名 然后你说为了点击率 如果为点击率的话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指名道姓的说 我的点击率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的自我审查 有很多的视频 我录了 我连发都没有发 对不对 最后我实在我憋得难受 我也说 我谈谈文学 谈谈水火 是吧 我不点名道姓的说 而且我告诉你 我那段视频 我就是谈文学 谈水火 我都没说透 我下面还有东西 我只是没有说 我那段视频 我讲数 我只讲了高球 宋江应该怎么弄高球 我还没给你讲高球 怎么弄宋江的 知道吗 我讲话 永远都是 就是说点破不说破 是话中有话的 我要拿出来讲 我不讲了三个层次 四个层次 我都不高兴讲 是吧 这个 但是 我老婆觉得没有必要惹这些麻烦 人家生死相搏 我们在旁边 关其不语 真君子就得了 对 这点来讲 我很感谢我老婆 当时5月4号 5月5号 那两段视频 大家有很多争议 其实 当时我们两个人之间 也是有很多的争议 当时 可以说我们从结婚以来 没有这么大的不同和争议 是吧 我们一直都是说 很 意见很统一的 价值观什么的 都很统一 但那两天 我们是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 你现在看那两段视频 其实你仔细看 你能看出来 我们两个之间的 意见的不统一 所以那个视频 录的就是说 是有一些问题 我承认 但是在这冷静下来 我想一想 我很感谢我老婆 她坚持了她的原则 作为我的一个主心骨 网友的话说 就是说 纪委派来监督 我很感谢她 我觉得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句话 是吧 君子好求 取之有道 我们做这个事情 我总觉得男人 做事情 是以事为主要 就是说 要把事情做成 钱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副产品 如果你的事真的做成了 钱就是说 是随之而来的 而不能说 把钱作为一个目标 我在这 我也不想 就是说 让网友一说 你这人怎么那么装逼 是不是 你就不爱钱 我不是的 我要说 我也是爱钱的 肯定是 是不是 没有人不爱财 我也爱财 我这人物欲 也是很强的 是不是 这点我承认 但是 您在 职中取 不在 取中求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一不为钱 二不为名 三不为点击率 无欲无求 所以像你说的 自媒体不好混 我觉得自媒体好混 不好混 对于我们来讲 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 我们真要是为了 点击率 为了什么的话 我们早就不在这 说这些 是不是 我随便说点什么 点击率就上去了 是不是 而且咱都不说 宋江高球 易芝和袁峰 最近吵来吵去的 我还一个字都没说 是不是 你们想想 是不是 我说什么了 我还一个字没说 对不对 我在这憋着 忍着一个字不说 我 我被点击率 对不对 所以 分析完幼儿园小朋友的心理之后 我基本上这么说 他管我叫年轻人 因为我的年纪 管我叫年轻人 应该不小了 我说科斯纳凯文 你要是个 怎么说 年轻的 00后 90后什么的 我怎么说 我还觉得年轻人总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以你的口气来讲 你看来你年纪不小了 以你的年纪来讲 头一段展示了你的智商 第二段展示了你的水平和境界 我怎么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说我为你祷告 你的情况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了 我为你祷告 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你 你说 你说怎么办 你都已经这样 汤水救不活的节奏 你弄得我 弄得我感觉特别不好 只要弄得我总觉得 我天天就跟个幼儿园阿姨 你知道 行了 今天就录到这里 好吧 好吧 我再说了也说完了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